演戏靠随缘 张雨琪欣喜有可能玩穿越 不说不说我就不说 忽悠忽悠我还忽悠 明星们遇到不想说不会说不能说的事 总喜欢用那两招 你看张雨琪为了帮欣喜保密 那个太极忽悠手法玩的可是一等一的顺流 就是你期待我想演的那个角色 就是江慧演的那个 我觉得可能有补妆也可能有补妆 蛮好的可以 你说得很好我也考虑一下 给导演点意见回头 小编冲听这样拍戏真的不会太随性 那三天总和